因為我是這個Session的主持人 然後但是又是Talk人 所以我知道自己在這裡 Alright 這個主題是Getting Started with VVD20 我是許麗文 我是上面的介紹說 大概1999年高中的時候開始玩 然後從2007年的時候 開始當Developer 一直到去年5-6月的時候 VVDFoundation就是想不想當那個VVD20 然後我現在就做了一年多的VVDDeveloper 這邊是我的個人網頁 OK 那個什麼是作業期 那這個頭影片是那個 Jordan Hoover 他在那個好像是5年前的演講 他說那個在講說 他對那個operating system 未來那個10年的展望 當然還有就是對ESD Jordan Hoover是那個VVD project 的Founder 四位Founder之一 然後還有他是那個那個Apple的 他後來在Apple最高檔到那個 就是Software的老大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那個 MacOS裡面有很大一部分那個 從VVD拿過去的手 system 那比如說那個operating system 就應該是應該像是那個 Stand-on-lay那個熱膏一樣 就是配搭你自由的組合 然後做出發揮那個硬體最強大的功能 所以就是VVD要組成 就是把這些東西組起來做一個 那個他覺得很酷的東西 對啊 那 那個 那個 就是 他知道就是 開始開發的話 通常就是 從讀文件啊 讀文件啊 什麼叫起嘛 所以大家如果 那個 在學校啊 在公司啊 寫程式啊 一定會想要搬到這種狀況啊 就是那個 樂膏嘛 然後那個 然後你要跟你講說 那個 read the fucking manual啊 然後你就看到那個 manual上面跟你講說 那個 三片的可以插到四片上去 那 所以 這一個talk是幹什麼 這個talk就是說 我們希望那個 可以 給大家一個 一個 就是對VVD的 開發環境啊 還有這個process 有一個簡單的了解 尤其是 要 仔細講的話 可以講非常久 然後 30分鐘的話 只能講一個 非常的大感 那 希望的話就是說 可以 可以讓大家 避免一些很 那個 笨的錯誤 或者是說 像 跟大家講 那個 多做某些事 那 其實可以省掉很多時間啊 因為 那個 常常有種會覺得說 那個 freevd developer 就很喜歡 那 那 那個 現在 夜費很貴 地球很熱 你要 愛護地球 然後 前面講到那個 文件嘛 文件通常 就是在科技業 寫下來的文件 就已經過時了 那 prevd 這邊 當然也不例外 不過其實啊 我們的文件 大部分 那個參考價值 其實還不錯 那 那個 那個 就是 man page 跟那個 handbook的地方 那 原因之一 就像那個 之前上禮拜 在那個 就是 PostCop的那個 interview 就是 我們的那個整個系統 從 users-based program到 kernel到 man page 整個都是存在一個 那個 同一個reporter裡面 所以 最理想的狀況下 就是你 update一個東西的話 連文件整個是 atomic 的抗議程 所以你永遠就是 kernel user-based support 跟文件這三整 是一起更改的 這樣 那 當然就是 還是可能會有問題吧 那 有問題的話就 讓我們知道 然後 那個 我們也有 中文文件的翻譯計畫 前幾 就是這幾年 有一個 那個 台灣的reverver 就是在pick up起來做 那 就是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看 有沒有問題啊 或者是加入翻譯 可以 那 這一個talk 不是做什麼的 不是那個 在這邊go through 那個 kernel code users-based code 的 bellestructure 啊 甚至就是 跟你一行一張 在那邊講 那 有沒有這樣的 那個talk呢 其實非常的多 甚至還有 那個 那個 有人預錄的那種 像 類似像 的那種影片 那 這些就是 如上 上禮拜的那個interview 在講 就是 那個 那個作者 他覺得就是 台灣這邊 是一個 可以投 台灣的community 是一個可以投資的地方 所以他 決定就是 可以 可以讓我們 就是大家 也不能講說 補償的看啊 就是他可以讓我們 舉辦補助會使用 那這個東西 就是大家之後可以討論 看看怎麼做 可以 那 那個 這些 比較 detail的那些 一些資料的話 在這個point kit 的reference裡面有 好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environment的話 就是 現在大家當然用 EM方便嘛 但是其實那個 就是直接裝一台機器啊 bear metal 也是很不錯的 那個bear metal 不是那個 熊在倉中金屬嗎 發音完全一樣 那 那個 3DSD 他的那個 build 就是 就是 大家如果有玩過的話 大家會知道 就是說 大家會聽到說 有分幾個branch 什麼current stable release 那 通常就是 大概每 兩年一次的是那個release 那當然還有那個 小版 不是 兩年是major release 那小版的話 的release就是那種stable 那只會做成更新 那個stable的話 就是在release中間的時候 會有一些feature從那個 開發 開發的breeding edge 叫做current 那邊merge回來 然後 那個 等stable累積到一定程度以後 那個 才會cut成一個新的release 那 那個 從current merge到stable 這一個動作 就叫做NFC merge from current 那 只有在那個API ABI完全相容的狀況 我們才可以從那個 current merge到stable 就是為了要那個API跟API 完全 那個 在同一個major number 穩定 好 那 然後在開發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很重要的 應該講說大家一個 基本的那個遵守原則就是 最 新的那個release 一定要可以compile 那個下一版的release 因為這樣子才可以 下一版的那個 現在正在開發的那個 的 chunk 因為這樣子的話 可以確保我們有一個 那個編譯的 baseline 對 那那個 可以 就是 那個 這個link就是說 最新的release 從哪裡可以找到 那 那個 就是 安裝的話 如何安裝reality 不在這個token的討論範圍內 那 那個 唯一要講的話可能是 通常裝的時候大家 有些地方教學可能會說 連那個 收拾頭一起裝進去 因為可能想要把release版的那個 或是label版的 你裝的 那個 系統 稍微修改一下 那那個 就是 這邊不需要 這邊不需要 因為我們等一下就是要直接 省到那個 最reading edge的狀況 好 好 那 在freality 它那個 安裝好以後 其實你就已經 有完整的那個tool 就是 可以get those code 可以那個 編輯 可以那個 就是 可以sell boostrap 那個整個系統 但是 這些tool 不一定好用 基本上可以用的 那 那個 就是 大家可以就是 來cosmize 一下 就是 那 這邊 這邊 比較會 比較大家可以注意的是 那個 從 不知道什麼 哪一版開始 就是那個 cosmize 它編出來的 那個binary package 叫pkg 它 其實是變成那個 release版 它跟的那個 那個binary package的版本 是叫做quartary branch 就是它每 那個 每一季才會 打 才會整個branch一次 那 在這之中 就是每三個月 會 會有一個大更新 但是在這三個月之中 只會有 那個 security來update 就是對於那個 separity software 來說 那 這邊 是非 但是 既然大家都要追 最新了嘛 那個 有時候那個 可能 current上面做了什麼 改動 讓separity software 不能動了 那那個修正 一定也是在linkes那邊先修正 所以這樣做會比較安全 那 總之就是 選擇 你需要的那個branch 然後pkg update install 那個 你習慣的tool 那個 zsh bash vin 等等這些東西 然後就把那個 後目錄設定好 然後 就是 開發過程中 難免還是會用到一些 root才能用的東西 那 root全線來執行東西 所以就 stool啊 或者是 如果 不延期翻 想要塑成root的話 當然是也可以 那 那 剛才就是講到 就是 環境裝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要那個 改系統嘛 系統分什麼 也是 word跟kernel 那kernel是什麼 嗯 kernel就是 核心嘛 然後 kernel它 在的地方就是 boot kernel boot kernel這個是一個 directory 它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檔案 它 就是下面boot kernel 下面還有一個檔案叫kernel 就是真正會載入的那個核心 那 那個 同樣這個目錄下 還有一堆其他的那個 那個 點ko檔 就是 那個 dynamic load load module 那這些東西的話 對到的那個 3bid source code的話 就在 sys這個目錄下 所以 那個 所有的kernel code 都在那個 sys這個目錄下 如果你看那個 repostive的話 那 Wall的話就是 除了kernel以外 所有其他的東西 就是一個裝好的系統 所有其他的東西 除了 user local下面以外 所以什麼 那個 你斜線病啊 斜線sb 這些東西 都在那邊 那 sir party的就是 裝在user local 好 所以大家就常聽到說 make world的 make kernel 正在做什麼 make world kernel就是把 這些東西 全部編一次 而且 即時 不是即時 編完了以後 要馬上安裝到你這個系統上 那 其實這個動作 現在你如果 就是你如果直接打 make world make a kernel 就 欸 好像kernel不會 但如果你直接打 make world的話 它會有幾道訊息跟你講說 這樣子太危險 你可能那個系統 就不能動了 所以那個 那個 現在 就是最建議的方法就是 你應該是先 build world build kernel 然後再install新的kernel 再install word 因為 那個kernel 理論上 都會那個 就是新的kernel 都要支援那個 舊的word 要做 所以你這樣子安裝的話 才會最安全 那 那個 當然就是 那個 像你講說 不要 欸 如果你 就是今天裝起來 只是想要改kernel 或者我只想要改 那個 user space 某一個小兔偶的話 你就只要編物人的 或是後面會講說 我只要編某一個 兔偶 要我怎麼做 那 其他地方 你就都不要打 這樣子 搭配時間 好 那那個 vision control system vision control system 對 現在那個 2019年的那個 這個不掌精的project 還在用那個 subversion 你知道 然後 但是但是 就是從那個 今年 就是 今年 對 今年 那個 有那個 working group在講說 如何migrate到比較 那個 先進 先進 popular 之類的 那當然還是有一些license 或者是大家working flow 的一些問題 然後而且這project 這麼久的那個history 怎麼migration 什麼的 這個 都是個問題 反正大家 還有得實驗 有得嘲 那 那個 所以有那個 gbeta hgbeta等等 這些地方 那總之 那個 做為一個 那個 剛入門想要那個 試的patch 試的開發的話 那個不用煩惱 這個是 就是 反正你也沒有寫入全線 嘛 那 那個 下面這句話就是 去年的時候 在一次的那個 Developer Summit裡面 大家也在那邊講來講去啊 說用什麼 那個 那有一個人就講說啊 那個 我們 應該不是在炒說 用哪個 version control system 最好 我們應該是想說 我們如何讓這個計畫 可以讓 每個人都用他最喜歡的 version control system 做出狗獻 當然最後還是可能 Central Repository會 要有同一個嘛 欸 有一個格式 但是大家應該要想說 如何才是 最 是 最好的 合作方法 OK 好 那那個 subversion.freevd.org 就是目前的 Social Truth 那就是 有分 Base Documentation 跟Ports Base就是 所有 在系統上的東西嘛 Documentation就是 在網頁上啊 或者是 那個 網頁上 其實它也會可以 build成PDF啊 的那些 使用手冊 還有那個 那個 VVD的網站 也在Documentation的 那個Trade下面 Ports的話 就是 那個 今天 益城講很多的 那些Ports 那 那個 一開始啊 就是專注那個 Head就好了 大概知道說 它下面有這些branch啊 什麼 這些 其他細節的部分 就是熟了以後再說 那那個 Web的 Web 就是Web Interface的 Repository Browser 就在 sbmweb.freevd.org 所以 一模一樣的那個 的那個 就是一個 sbm的checkout的路徑 只要前面 加上Web三個字 那就會變成 那個Web界面 OK 那 所以 其實一直有 那個git mirror 就是從那個git beta 那一台機器 就是push到 那個dhug上面 那 在3pd這個organization下面呢 有三個 有三個reportory 就是 3pd就是source 或是base 本身 那接下來就是 appmentation跟ports 這邊 大概 不會提太多 那 就是 目前我們也是不接受 那個 那個 pull request 跟那個issue 就是我們也有其他的那個 系統 那 這個 那個 因為會有一些整合的問題 還有在上面那些 notes 因為其實像那個 apache 不是很確定 那個像llvm 那個project 他們也是 今年還是 忘了什麼時候 已經過去 他們目前也是 不接受 那有名的那個linux project 是這樣 總之 用git 還是可以 取得source code來開發 那 總之 那個 知道怎麼 source code在哪裡 怎麼拿到的話 那個就是 你可以把東西check out 或是clone到 任何一個目錄都可以做 那 一開始的話 其實 還是把它丟到user src比較好 就像是那個 你安裝的時候 你就選說 我要把那個 現在我這個系統的source code 裝哪 就直接裝到user src下 那 我自己比較喜歡的做法 就是我把它 剛上一頁 所以我會把它check out 自己後目錄下 那我在那個 直接 mount到user src下 這樣子我就可以有 check out好幾份 或是git clone 如果我用那個git 或tree的話 我可以有好幾個 不同的那個 working copy 在不同的那個目錄 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隨時mount 然後去build 或者是 build install到我這台機器上車 總之 那個 source code拿到了 cd user src 就開始hack hack不是一個指令 是要做的事 對 那build的話 就是 就是 大家通常都知道 就是build 前面講build word build kernel 大家通常都知道 就是要加一個減j 就是那個 多少一起跑 但是有一個到現在 每個人都在講說 應該要是 預設詞 大家如果 都沒有人想動的 就是那個 預設 不要把object file清掉 那這個其實只有在那個 user src下面打的時候 他才會預設 先把所有的object file清掉 在其他目錄下的話 其實是不會的 那可能就是 一些 當然是一些歷史元素 然後還有就是說 這樣子 比較乾淨 那總之就是 在build word build kernel的時候 記得 加上那個 no clean 這樣子才 才不會 你每次都要求 複重編 不然的話 最前面那個 把整個 就是compiler 還要自己 先boostrap一次 就是 vbd的那個 如果你要build整個系統 的話它會有 好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先把 整個 compiler編起來 再用這個 boostrap的compiler 編整個系統 然後再來做clean的安裝 這樣 嗯 非常耗時間 那 其他的地方的話 我覺得 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可能是 大概對這個流程熟了以後 你就會看到了 所以在這邊先 就是 列出來就好 好 東西都build的好了 然後 那個object file 會放到 那個useobj下 以後要做什麼呢 當然就開始 那個 安裝到你的系統上 所以就是 那個use 跑到 目錄下 然後 make install kernel install word 所以這樣子 這兩個 這兩行打完了以後 你的系統 就那個 回不去了 也沒有到回不去了 就是 已經 新的東西 裝到你的系統上了 那個etc update 就是把一些 那個 etc下面 那些設定檔 更新一下 因為你那個 有新的程式 可能會有 新的設定檔 格式 或者是 就是新架file 所以 一定是要date 然後就可以reboot了 那以前 大家都在講說 那個 那個server啊 lauter啊 switch啊 那些 就是不是reboot 是要reboot and break 就是祈禱他還會再起來 總之 好 那個 招募費定律就是 你覺得什麼東西 會出錯的話 他就一定是會出錯吧 所以 如果真的 你今天 改了kernel 因為 就是 倫倫 就是 一定會有fug的吧 那 那個 如果真的爛掉的話 那個 其實在 insole kernel的時候 我們會把那個 boot kernel那個母路 copy一份 到 boot kernel.old 所以其實 在前面那個 有一個loader 那個 system 對啊 system loader 那一邊 就是loader是load kernel 然後來開機的那一塊 把那個東西放在disk的 不一定是最前面 反正就是那個 主要開機的那個 那一個區塊 讓更前面的bios 或是ufi 那 他起來以後 就會說 我這個新的kernel 讀不到 不得不起來怎麼辦 那 沒關係 你還有一次的機會 就是 用那個kernel.old 所以這個東西開起來以後 記得 趕快那個 back out一份 或者是 那個 之前你就已經 其實應該要在出事前 你就應該要先準備一個 那個 確定一定可以開機的 那個kernel 這樣子比較安全 那 這個 詳細的話 在handbook裡面 有一節就是 那個 他標題就是 If something goes wrong 這個要怎麼處理 ok 那 那個 就是 bare metal 當然有bare metal的好處嘛 那 現在其實 系統啊 還有VM技術都很快了 那 那個 開發其實如果用virtual machine的話 那個 就是 也 便利不上 那 其實 3VMD他 有一個 CI system 那這CI system上面就是 每次都便利最新的那個 系統 然後 做成一個 那個VM的image 然後 再把這個VM image 跑起來 在裡面跑所有的reversion test 那這一塊的話 大概怎麼做呢 我們的做法就是 到release這個目錄下 release這個目錄就是我們 欸 就是做release的工作的地方 那下面有 那下面那個file的話就是 做那個 那個 包出那個 那個base啊 就是那個 那個 base就是除了word 就是word的那些 所有的binary 然後kernel就kernel 那 那個 這樣做的話 就是 你把這個東西 打包好 然後 再 下一頁會講說 那個 做VM的image 那 呃 這邊要注意也是 這樣做其實 不是最有效率的方法 因為其實 我那個virtual image 不需要先 就是從那個 整個 被 欸 打包好的那個 那個 的那個 的那個 tubble 重新安裝 因為其實這樣多了一次 壓縮解壓 但是呢 要真的要做到就是 直接 build一個 那個 directory 再從那個 directory 就是 建出那個 virtual image的話 有一些其他 比較複雜的步驟 大家可以看就是 寫在release那個file 跟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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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這邊打錯了 是src mcfile跟那個 release那個目錄下 兩個mcfile 這些target 那 這些target 沒有那麼的直覺 所以 就是 實踐如果稍微允許的話 這是一個 折衷的辦法 但是 長期下來 還是不要這樣 好 那 所以 接下來就是 你可以建個目錄啊 這個詳細文就 就不帶過了 就是 這樣子 弄出一個test image以後 那個 那個 就可以 那個 用就是各樣的那個 imulator 把這個東西開起來 那 prevd上面有一個 那一個 prevd 原生開發的那個 virtual machine 叫做 beehive 那那個 beehive 他帶一個 那個 run beehive的那個程式 就是 那就可以把 剛剛那個 this image 叫給他 那這樣子 直接在console 可以那個 就是 看這個 kernel 這個word 就是實際跑 看狀況怎麼樣 那 甚至其實我們連 那個disk image 這個很大的 那個file都不需要建起來 我們只要前面有 那個 一個系統的 那個root以後呢 我們可以用那個 pxd的方式 配合那個 beehive 這個 這個 在前幾個月 就是 已經進到current 所以可以直接這樣做 那 這個也是 稍微進階一點的那個 的那個 的功能 目前只在 那個current 有support 所以就是 大家有空 再看就好 那 那個 QEMU的話 會 因為他主要是 如果要測那個 非 x86架構的話 那 就是 QEMU是 算是 現在的一個標準 在Wiki上面 有一頁就是 專門講說我 各個不同的architecture 用那個 QEMU 是怎麼 怎麼用的 那當然其他的 讀書box vmware的話 都沒有問題 好 那 那個 這些就是 build好 這整個loop好了 以後呢 我們要做 測試 那測試的這個framework 我們叫atf 跟庫樣 atf 是那個 UMITES的framework 它 可以 就是 為CEC++ 甚至shalescript來用的 那 就是我們來測 那個 word跟kernel 上面的那個 各個subsystem 那 這個 詳細的話 這是他的那個歷史 從哪裡來的 那 總之 欸 在這邊就是要簡單 所以那個 倒數 第四行 有那個 如何寫測試的sample code 就從那邊開始下手就好 那 那個 我想要跑所有的 那個regression test的方法 就是到 User test 這個幕下 打那個 kuya test 就可以了 kuya是要另外安裝的 就是 unitest的framework 本身是 系統內建的 但是 kuya是 那個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需要 全部run完 大概這樣 大概這樣 然後 那個 那個 之前就講到說 user space 像 如果我今天只是覺得cat 這一支程式不滿意 就是 對貓有意見的話 那 那個東西就在 因為它在 bitcat 所以它對應的目錄就是 user src bitcat 然後 下面還有一個它的那個 test目錄 所以就是 在那下面 開始改 改完了以後呢 cat本身應該是沒有dependency 但是如果有一些比較複雜的 那有一些 internal library的dependency的話 你就要先 make depend make install 然後一樣也可以就是 當然去 user test spincat 去做test 你高興的話 當然也可以就是 user test下面全run 看說 會不會我今天 cat 這一支程式改了 我把其他的東西弄 壞掉 大概這樣 好 那 再下來就是那個 我改完了以後 行行我改回來 我們就要想辦法把 我們的那個 的 成果送回去嘛 那 這個就牽扯到 前面的那個 前幾個talk 講那個horse的話 就是 有那個issue tracker 對 issue tracker跟code review system 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github是把它包在一起的啦 那 但是 issue tracker就是說 我要做bug report 我就是哪裡有問題 我希望有新的功能啊 或者是我想要修改功能 在上面就是 大家做問題提出討論在用的 那 如果大家決定要做什麼事情了以後 大家才用code review system 當然不一定這個先後順序 但是code review system上面 是拿來討論說code該不該這樣寫 而不是討論說 這個功能該不該做 這個東西是不是螢化的 所以 這個兩個的差別在這 但是 如果你改完了code 當然是從那個code review system 送上去 那通常的做法就是說 我可能去 幫issue tracker看一個 講說 我想要這樣子做 做這件事 那 code review system 這邊已經有我現成的code 大家請幫忙看一下 對不對 這樣 可能蠻複雜的 所以就是 那個 那個 我最建議的方法就是 我們有 Local 或是Global的community 大家 就是 上來 找人問 然後大家就會熱心的 想辦法幫你 go through 整個process ok 然後 那個 其實 剛才講那麼快 講那麼多 只有涵蓋了非常小部分 還有很多那個 說 我要其他的command line option 像 像 其實 大家如果知道說 3bmd現在的標準突破圈 Xpio的標準突破圈 是 那個 EAN collect 它裡面有帶一個叫做 scan build 的一個 static analyzer 我們甚至有一個target 就叫 make analyzer 做整個系統的那個 的那個 static checking 那還有其他這些 我覺得就是 慢慢 慢慢看吧 好 那如果 這些東西 他不知道要做什麼的話 Wiki上面也有幾頁啊 就是 大家在那邊 像前面的TOP 有講說有wanted ports 那其實也有很多 ideas page 就是 這些東西就是希望大家 有人可以幫忙 那上面很多的會寫說 我今天 他其實會做 但是可能沒時機啊 什麼的 你去跟他那些 developer 聯絡 他就會 就會跟你討論啊 甚至教你 這樣怎麼做 就是有興趣我覺得這是 很好變動的機會 好 那 接下來就是 那個 其他 問題啊 什麼local group啊 Wiki啊 Mail Minutes這些 那就是看吧 要講的是 那個 參加conference 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Free Beauty Foundation 其實有提供 尤其是學生 那既然如果你覺得 這個東西有幫助的話 可以 那個 就是 試著申請看看 好 最後就是 一堆reference 那這個東西就會 就是像前面有講說 那個 Data structure啊 那個 Archorism啊 真的是那個 把編輯器打開 DETAIL的勾訴 而且我覺得 大家 有興趣有時間的話 就可以 來看看 因為假如有興趣的話 你就要集出時間來看這些 好 我來抽取了一分鐘吧 那個 有什麼問題嗎 好 好 那如果就是 沒有的話 就謝謝大家 就是讓我看完 抽影片